当时的感觉是 因为癌症就等于绝症 绝症就是死亡 那死亡最后就是分离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感觉是世界塌了 然后呢 马上跳上来的脑袋的东西就是 那我两个小孩怎么办 然后为什么是我 大概就非常非常的崩溃了 当一个人被宣判得癌症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的世界毁了 那当然有很多的变化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 作为一个女生 你也许会希望嫁个好的先生 然后呢你有个好工作 当然妈妈以后呢 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出类拔萃 然后呢能建好学校 甚至会想说 他们未来要娶的要很好的人 然后要有很好的工作 那最好我们家里 大家都很努力赚钱 也能够累积财富等等 我在生病的时候 最大的不同就是生命里面的排序 那个顺序全部不一样了 常常我也很感谢说得了癌症 它反而是让我的生命有能够完美的地方 更去探索 真的是把排序排过一遍以后 你会回到 你会觉得说 这样的更动其实是更棒的 目前因为我是乡下的小孩 是住宜兰 所以我很开心 我家里有一小块的农地 然后我现在很热衷的是 对大自然的认识跟保护 能够去窥探大自然的奥妙 这是我现在很喜欢的 那刚好我那一片小果园里面 就有很丰富的 因为我不撒农药 连化学肥料都没有 所以而且我就觉得 人的健康跟大自然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现在跟这些 昆虫为伍 鸟为伍 是我一直乐在其中的事 因为生命是很无常的 那虽然生病了 但是你如果有很坚定的心 认为说 我应该可以活更久一点 有那样的信念的话 因为现在医疗也很进步 能够接受医生的指导 然后好好的接受医疗 然后要 这是医生会做到的事 然后再来就是 你自己一定要去努力的 是放宽你的心 那像我是一个 得癌症24年的人 当初医生判断我 大概活不过五年 可是我后来就 整个心境上 做了很大的改变 我会觉得说 我每一天起来 能够呼吸看得到太阳 我就很坚信 我还是会活下来 所以说 如果生病了不要怕 好好接受医疗 好好放宽你的心 应该都会很有希望的